那么也趁着聚会所模型建物完成在即 太保朗国小就特别带领了五六年级的学生 现场进行文化记忆的体验 认识部落传统的建筑建材 也认识学习传统的制作工法 学生认真的看着其楼示范 邓大双眼认真学习 这是太保朗年龄阶层文化发展协会 趁着青年聚会所模型建筑物完成在即 学校特别带领了五六年级的学生 现场进行文化记忆体验 认识部落传统的建筑建材 我们带小朋友来体验 就是太保朗的制作工法 然后传统工法的制作 主要是想要学习他一些传统的一些记忆 或者是一些技术 虽然只是简单的绑法 但是从小地方去做一些学习 到希望他们长大之后 可以回到部落去参加那些什么一个制度 然后做一些传统的一些意义的活动 看完勤劳的示范之后 学生就自己分组来实际的操作 非常不容易 就有学生说这是第一次感到非常特别 特别第一次看到手指编的房子 部落企劳也高度期待重建计划的进行 压力不言而喻 为了精准的传承造建工法 除了规划详细的企劳访谈之外 制作的青年聚会所模型 目的就是要传承宝贵的知识 记者高双双光不香采访报道